信徒們守慈清香 口中念念有詞 虔誠地祈求地母保佑平安 来自全台各地的香客与敬香团 在地母娘娘农历 10月18日圣诞的前一天 就已经涌入普里天地堂 向地母献上祝贺 也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高庙里向上祈福的议员吴国昌表示 希望地母娘娘能够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是保佑城雅、保佑城雅、地母圣殿 祭殿的成都而日子 我们这个地母苗是专国 综合信用的中心 所以说,信徒万天下 信委非常幸福 并使这个地母苗的明昧称 力庭的比喻万民 那么第母自尊的专廟 在专国就是为于我们保佑城用这间 所以说来自全国 所有的信徒官员团 所以说也祈求我们 地母之尊 可以来比喻所有的 我们的民众八世 同来祝贺地母圣诞的县长林明珍表示 希望地母能够 庇佑台湾 也期望南投县在县府及议会的带领下 越来越繁荣 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我们的地母典名 对南保理殿 经过南投官 比喻南投官的官员 大家身体的电工 事业 发电 让南投官 这个官政 推动损失 在议会专业的 支持和配合 我们官政府 推动国防的建设 都很很损失 我们也要一方面 感谢议会的支持 也要感谢我们地母妞妞 对我们的官政 暗中的宝宝 让我们做工业都可以 信任损失 来自各地参拜的民众 除了上乡祈福地母保佑健康 庙方还在现场准备了许多美食 让民众品尝 沾沾地母娘娘的福气 地母娘娘圣诞 我们一起来这里 恭贺 圣诞千秋万寿五江 祈求国太平安 大家平安 台湾平安 国人的宗教信仰 不仅多元且自由 而虔诚的宗教信仰 已经成为台湾的民俗特色 这些劝人为善的信仰理念 也让台湾的民众 拥有淳朴善良的习性 把台湾人注重礼仪的美名 传送到国际上 民意新闻洪信平 普理采访报导